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週六一早呢 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呢 也是一般的市售車賣得非常非常好的Camry 那這一台的Camry是7代 動力的話是2.5升的NA自然引擎 車主的話其實已經有改了18吋的 18吋的這個輕量化的鋁圈 然後今天的工作呢 就是要把避震器已經開了大概9萬多公里 10萬公里左右了 要把避震器拆換 換成KT可以調整高低軟硬的套裝式的避震器 KT的這一套避震器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Camry的車系 我們前面還有後面的上座呢 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那簡單的來說呢 假設像這一台車可能已經使用了 9萬公里10萬公里 像這個那個算是饅頭 已經有水解 Hooki有這個Hooki的狀況 那它的上座呢可能 後上座應該還好 那前上座的話有軸層 前上座的話可能軸層啦 或者是橡皮之類的有可能老化了 那萬一呢在拆這個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 就有可能一撞上車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異音啦 或者是作動不正常的狀況 所以呢如果啊 像這個六代啦五代七代之類的Camry 有裝了KT的避震器呢 這些問題呢都不用困擾 因為上座的話呢 我們不論是前面還有後面呢 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那除了比較不會有異音上的困擾之外呢 在技師呢拆狀的時候也比較單純 假設這個要沿用原廠上座的話呢 需要啊把這顆螺絲拆掉 但是拆這顆螺絲很簡單 可是呢需要把彈簧預載之後呢 才有辦法拆這顆螺絲 不然光拆這顆螺絲的話 可能它整個上座會彈背出來很危險 所以呢需要把彈簧預載之後呢 才能夠安全的把這個上座拆下來沿用 所以拆前面的上座也好 後面的上座也好 都是對技師來說都還是算是蠻耗時的工作 那改KT呢真的沒有這樣的困擾跟煩惱 因為前面跟後面的上座呢 KT就都有附全新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呢 已經安裝好了 那後面的話呢 這個四代齁 七代的話呢 它都還是一個前後賣花層的全調系統 所以它的後面的彈簧呢 我們是打了一個專用的規格 很大圈的一個大捲彈簧 孟婷早安 孟婷是北區的話要試乘也可以找我們板上的孟婷 這個後面的KEMERY的彈簧 我們打一個大捲式的彈簧 燈有一點暗 這個大捲式彈簧呢 為什麼要打這麼大捲的彈簧 因為KEMERY它後面的懸吊 會比較敏感一些 所以後面的話 如果改成直捲式彈簧 它的乘坐的感覺呢 就會比較偏向硬朗一些 所以我們打了大圈的彈簧呢 那這個大圈的彈簧 它的回彈的力道呢 一部分的力道 能夠由大圈的大圈徑的彈簧 由兩邊釋放 所以它的舒適感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些 預計今天這台車的後面的車高呢 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並沒有很低 大概兩指幅左右 那KEMERY最會讓車友們困擾的呢 應該算是後面的阻尼調整 但這台車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都做了一些專用的東西 像後座的話呢 如果改裝一般品的話 包含了進口的日本的T品牌 要調後面的阻尼的話 需要把這些後面的屁股座的椅墊 還有椅背呢 要全部都把它拆除之後呢 才能夠調整得到後面的阻尼 來我爬上去 等我一下 它的後上座呢 是在後腦勺的後方 就是後上板的下方在這裡 那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沒有這個調整機構的話呢 在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需要把這些東西拆開 才能夠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但KT的話不用 我們只要把 有附這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在椅背裝好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旋轉 往順時針一樣變硬 往逆時針一樣變軟 所以這個調整機構的話 就是在五代六代七代的KEMERY裡面呢 都有附這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讓車主呢很方便的 不需要再拆這麼多的東西 聽這麼多東西 不用再拆這麼多的零件呢 才能調整的到阻尼 所以這個是KT呢 在設計上呢 比較稍微貼性的地方 讓車主呢 能夠自己調整 不用再到維修廠 請技師呢 把這個椅子呢 把它拆掉 再調阻尼 那太麻煩了 車友的話呢 可以自己調整 從這個地方就調整好了 所以在調整的時候呢 KEMERY來說還蠻方便的 那八代不同喔 如果板上有 有KEMERY八代的車主的話呢 它的懸吊系統就都不一樣了 八代的話 它已經是走TNGA的底盤 後面的話 就不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那不論幾代的話呢 所有的KEMERY KT呢都有 包含像這個七代的話 其實還有分美規款 還有八代的話呢 TNGA的底盤 也有分日規美規款 KEMERY的話 我們都有 都有 可以適用的車種 那後面的話 車高的調整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這個 車高的調整呢 就比較沒有 像是彈簧跟便利器分開的 有一些特殊的技術性跟技巧 後面的調整比較單純 我們只要這個都設定好了 上座的部分 KT有附 這裡的話呢 都已經 出場的時候 KT都已經調整好 這些都不要動它 那唯一要調整的就是車高的部分 車高的話呢 如果把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把它往逆時針旋鬆的話呢 這個腳管就能夠旋轉 那往下調整的話 它的避震器整體的長度會變長 車高呢 相對的它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話呢 就能夠變低 如果我們把這個 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變性縮短 側高就會變低 那這台車能夠調高 調低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 最高的話 到原廠一樣高也可以 那最低的話 輪胎跟葉子板切齊也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懸吊系統呢 是賣花層的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 Range很寬 那後面的離載算 也都是沿用原廠就可以了啦 那這些的油管架 然後ABS感應線呢 這些當然是基本的固定的位置 這些都有符合安全的相關規定 這個是後面的7代 Camry 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剛剛一開始影片中提到的 有附上座 那前面的這一顆引擎呢 是2.5升的引擎 如果是2.0的話 也是一樣是配置了7公斤的彈滑 那如果齁 7代的話是 台灣的話是沒有3.5 那如果是6代齁 6代的3500cc的V6引擎的話 就會建議配8公斤的彈滑 好 7代的前面上座 在這個地方 上座的話呢 它一樣是鎖三顆螺絲 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 強化型的上座 那這個地方呢 引擎是打開從這裡 看到一個KT的旋鈕 這裡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往順時針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一共呢 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這個是 這台應該12年款的 12年款的 2.5 那這個世代呢 還有 油電的 油電的話 我們在YouTube上面 應該都有影片 如果剛好是有電款的呢 也可以 看一下我們YouTube上面的影片 前面的話 是這一台 剛剛說了 是配置7公斤 那它的7代的固定架 瞧一下電燈 等我一下 好 7代的話呢 這裡有 有 油管 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個是專用的規格 然後這裡有一個 延伸的固定扣距 這些都是 都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另外一邊呢 這邊是 前面的離載串 固定 所以離載串的話 也不用換短 那也不用再多花錢 換成強化的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前面的話是200長期公斤 那預計今天前面的車高 原廠的話 這台車是改了225 45 18的輪胎跟旅圈 那剛剛到場的時候 大概是四指幅 四指幅再多一點點 後面的話大概是三指多 今天的話 預計呢 降到前面是兩指半 那後面的話是兩指 所以這台車呢 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主尼友的部分 像主尼友的話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主尼友 這個油品呢 不是這個品牌呢 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所以像是台灣的 親族的湖口啦 還有台中的港區呢 也都很多有 油品公司 其實是大廠 但是它是授權呢 再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但義大利的這個 他們在台灣並沒有設 可以授權混裝廠 所以它是從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油品 那當然單價的話 至少比較高 可是它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KT呢 一直以來都沒有 都還是維持這個 比較高檔的IP的 義大利IP的主尼友 那油風的話 當然最重要的油風 有關到產品的壽命呢 還有耐用度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油風 是日本NOK的油風 日本NOK的 哈囉 陳勳早安 大俠早安 大俠的話 也是我們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一邊施工 一邊拍攝 所以背景聲音的話 會 我會稍微比較吵一點點 那大俠的話 板上大俠的話 是我們北區的業務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也可以跟大俠聯絡 這一台是Camry 7代 這個是7代 那今天做的工作呢 就是安裝了避震器 前面的話 這邊已經安裝好了 目前只有剩下駕駛座邊 還在安裝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 計時安裝的限度好了 這個也都是Camry的車友 很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KT在台灣 很少在做廣告 因為規模也不大 所以就是都靠大家 車友們的口耳相傳 幫我們介紹 那我們的基本的銷售呢 都還是以外銷為主 內銷的話 真的是需要車主 或者是使用者呢 覺得不錯的話 再多多幫我們推薦 現在只有剩下駕駛 還在安裝當中 Camry的話 我們安裝 車友真的很捧場 很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 對這台車拆裝的速度 都還蠻快的 現在在駕駛的話 是仰角的螺絲 這是麥花神呢 所以它的仰角螺絲的棒數呢 所以需要駕駛的比較緊一點點 這個托盤那邊我已經轉好了 但還要再敲一下 這個為什麼要做這個敲擊的動作 因為這個的前面呢 它是麥花神的 後面的話 其實用手鎖緊就可以了 但是前面的話呢 這個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負責上下 它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如果呢 沒有敲緊的話呢 有可能開一開之後會鬆脫 那鬆脫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震動 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所以前面的話呢 麥花神的話 安裝完畢之後 務必呢 要把它敲緊 務必要敲緊 哈囉 梓傑早安 梓傑也是我們KT的那個 愛用者 謝謝那麼捧場 換車了 現在換86的還是裝KT的 謝謝啦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是18吋的 這是18吋的 這個應該是懸壓還是鍛造 這個是美國的V牌的 也都是很不錯的旅程 這個18吋的 我記得好像只有7點多公斤 今天剛好都是鐵灰色的PAR 昨天都是白色的車子 那這個是 4支避震器剛剛3支 現在全部都拆下來了 我們的話呢 上座都有附喔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像這台車大概 六七年的車林呢 里長數也大概到了九萬十萬公里 像剛剛一拆的時候 里仔蒜的狀況就不是很好 所以上座的話 其實壽命也有可能 差不多快到 像這個里仔蒜剛剛拆裝的時候 它的旋轉起來就有一個小鈍點 狀況不是很好 那當然建議啦 如果有異音的時候呢 就需要做胎換 好那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因為師傅現在已經準備要上胎了 我們來討論一下胎壓的部分 像是胎壓值的話呢 如果日系車的話 其實它在駕駛座的門邊呢 都會有建議一個原廠師打的胎壓值 像這一台的話 原廠師17吋的 它的胎壓值 建議呢 是大概 33PSI左右 那像我們一般在輪胎行 或者是到原廠保養的時候呢 它的胎壓打回來其實都會打得比較高一點點 像這一台的胎壓呢 打到大概冷胎壓 已經打到大概38到40左右 其實算是偏高啦 像這個胎壓 那38到40的冷胎壓呢 如果是原廠的避震器 我覺得 倒還好 因為原廠的避震器呢 它是複銅的 它的阻鈴跟彈簧呢 做得比較軟 所以 它對胎壓的容許範圍呢 會比較寬一點 那也就是說呢 原廠建議是33PSI 那我們打到最低 打到30也還可以 那最高呢 打到40也還可以 它的容許範圍會比較寬 可是呢 如果裝了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像這個是單筒式的避震器 彈簧的磅數也比較高 那相對的 它從路面上回饋回來的 路感呢 就比較直接 所以它對胎壓的敏感度呢 就比較高 那我們有一個 胎壓的建議值呢 就是啊 來參考原廠的胎壓建議值 也不要說 用我們 用那個保養廠施打出來的數據 原廠呢 其實都有建議的 建議的胎壓數值 就是在駕駛座的門邊 像這台車呢 如果等一下試車的時候呢 我們會覺得太電的話 就會建議呢 把原來 進場時候的38PSI呢 降到大概33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車的原廠 它有一個建議的數值 在駕駛座門邊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33 日系車的話呢 都是在駕駛座 我們把門打開呢 會再逼住 這個是B柱 B柱的這邊 會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台車呢 原廠有可能是16吋的 你這樣有對到焦嗎 16吋的 215 60 16 或者是2155 17 如果是這兩個規格 它有一個冷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裡 這建議是33 那如果呢 高於33或低於33呢 就建議呢 我們把一般常溫的時候呢 胎壓施打到這個原廠的建議書 數值 這樣是對輪胎的狀況呢 是最棒的 打得太高也不好 那太低的話當然也不好 所以胎壓建議呢 我們就照原廠的建議數值呢 把它做施打 好 那這一台 安裝完畢呢 等一下呢 還有一台馬山 如果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呢 安裝馬山的時候 我們一樣會在板上呢 開直播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這一台 Camry的七代呢 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呢 輪胎裝好之後呢 要將下來 要做入試跟微調 所以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 那如果呢 有對我們KT的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我們廠裡面呢 都有試乘車可以讓大家試乘 或者是說呢 你對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呢 就請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很歡迎啦 來我們工廠裡面試乘 我們北區也都 北區的經銷商呢 也有多部不同的車款的試乘車呢 道路版的經濟版的都有 我們工廠裡面也是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看看呢 很歡迎大家找我們試乘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的話 再來考慮安裝就好了 OK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